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癌症新观点医学教育频道 今天来谈肾癌标法药物 它CTNV和TNV 商品名叫做益癌特的用药时期 肾癌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肿瘤 它跟免疫有消毒的相关性 重点是肾癌是一个高度血管 增生的肿瘤 所以肾癌的发生跟肾癌的形成 一直跟肿瘤血管形成是有关联性的 而肿瘤血管形成的形成 必须要用BGF FGF这些血管 形成因此的方法 才可以促进肿瘤血管的形成 然后BGF跟B的 促进肿瘤血管形成的过程中间 必须要有一些所谓的 BGF跟BGF接受器结合的过程 才能够产生作用 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 就是RCTNV EID 就是在这个BGF的 CISOD上面 这种所谓的手巧 做所谓的抑制的作用 让肿瘤血管形成抑制的状况 出现了一些抑制 肿瘤血管形成产生抑制状况 所以它到底什么时候应该用药呢 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晚期肾癌的病人 依目前治疗的一个想思维 就是会把病人分成 所谓的低风险组 也就是所谓的 Femoral risk 以及中高风险 就是Poor intermediate risk 所以我们会分成两个族群 我们来先先看看说 对于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低风险族群来讲 就是没有这几个 育后不佳的因子 包括说 它的从疾病诊断 到全身性治疗的时间 不到一年 体能状况属于所谓的 体能分数属于80%以下 HP血色素小于12 盖离子 血盖浓度超过8.2% 超过正常值 白血球数目是超过7000以上 然后血小板的数目是超过4万以上的情形 这些组织中有一个育后不佳的因子 一个或两个 或者叫做中高险的主旋 如果是有超过三到六个的话 就是三到六个育后不佳的因子的表现 就叫做高风险 至于没有任何不良因子的 就叫做低风险 所以低风险 就是没有任何不良的育后因子的病人 目前的治疗选项 RCTNIFEIT 就是可以在第一线合并所谓的基硕打 也可以在第一线也可以用 所谓的RCTNIF合并 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单独使用 所以免疫治疗 对于所谓的肾性癌疗来讲是很重要的 而血管新生跟免疫治疗之间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那我们的血管产生新生的过程中间 BGF会被提发 BGF除了会产生血管的一些所谓的新生以外 它还可以去驱动肿瘤细胞的 肿瘤周遭的免疫细胞的抑制 让肿瘤呈现免疫症的状态 所以在治疗上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用免疫治疗 搭配抗血管新生的治疗 一部分抗血管新生的治疗 可以让免疫治疗的药效增加 然后免疫抗血管新生的治疗 也可以让肿瘤细胞抑制的状况得到改善 另外免疫治疗的药物的治疗 也有一些抗血抑制血管新生的重要 所以两者强强联合可以发挥免疫 联合所谓的标保治疗 可以发挥不管在抗血管新生 还在免疫的所谓的回复的状况下 都有好上加好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这个所谓的吉苏达加上益癌特 用跟所谓的苏癌特 用在晚期盛西巴尔的第一线治疗 目前看起来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在科学期间新一个人医学杂志 都得到 这个样的结果都得到证实 至于Avenlumab加 Arcytinibab跟苏藤的治疗 比较的治疗到底是什么样的 目前Avenlumab这个免疫治疗 加上Arcytinibab 益癌特 它的疾病控制时间有13.8个月 而苏癌特只有7.2个月的情况下 对于PD-L1阳性的病人来讲 所以Avenlumab 在Arcytinibab 无论在PD-L1阳性和E7的情况下 基本上对于射气泡来讲 都是一个第一线的一个 可以建议的一个 必要的治疗方式 对于最高中高风险的 晚期伤害病人 到底我们是要选择 Arcytinibab的角色是什么 一样Arcytinibab加上 吉苏达 在第一线的治疗来讲 对于这些中高风险的 胜害族群来讲 也是一个优质的选择 至于Arcytinibab 和Avenlumab的 这个治疗模式 也是一个可以替代的 一个治疗群的方式 至于单独Arcytinibab 对于所谓的 晚期胜气泡癌 属于中高风险的数据来讲 也可以在部分的族群来讲 被单独建议使用 至于后线的治疗 等于是低线治疗 之后的后续治疗 Arcytinibab 或者Arcytinibab 加上Avenlumab 都是可以被考虑的一个治疗方式 因为Arcytinibab 单独使用在二线治疗 目前在一些 所谓的标榜治疗 治疗失败后的二线治疗 大概疾病控制时间 可以大概疾病控制的时间 可以从4.7个月 变成6.7个月 大幅的增加 将近两个月的控制时间 重点是疾病恶化风险 可以比上所谓的 Sorafenibab 这个雷沙瓦 那可以降低33%的 一个恶化的作用 尤其是Arcytinibab 这个所谓的Suten 或者是细胞激素 治疗失败后的二线治疗 目前健保也有起步 今天节目就告诉各位说 Arcytinibab 在晚期生细胞癌 目前最新的 在育后良好的 或者在所谓的 复发风险低 或者中高复发风险的病人 它的使用的时期 到底是什么 以及搭配的药物的组合有什么 以及目前单独使用的情况下 在什么情况下 健保会有起步 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观看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别忘记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更多癌症治疗新知 请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